那麻煩请各位课程的范例 我们先把它下载下来 好 所以现在我做一下给你看 首先 那就麻烦请先到 Chrome浏览器 请输入网址 我的课程其实都是在这个地方 goo.gl 斜线YTZRXT Enter 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 Power BI大数据分析AI 建立预防针漏打名册 今天的重点就是 这些名册的正确性 好 那我现在 例如说我要范例 我就点这个范例下载 那其实是已经直接导到 就是因为你们可以到这个课程 所以我就直接请你们到这里面 如果你不是这个会员 那就麻烦请你先去注册 注册注册在这个地方 申请一个新的账号 好我的意思说你的同仁可能到时候的资料都会在这上面你就请他上上去先注册 然后接下来申请一个新的账号 记得如果你用Gmail可能在垃圾桶里面 好我现在因为我已经注册好了 所以我就先登入 然后我是不是要下载这一个范例 所以在这个地方范例 下载方式有两种 一种你可以直接把它下载资料夹 因为有时候会给你很多个范例 好那你也可以直接点它 它也可以进行下载可以吗 那下载下来就在我们的下载里面 这样子就完成 重点 重点 重点是要去看这些课程 这些课程我是第一天我就已经把它放进去 就是我们第一天上课的内容 到时候会一直放到今天上完课结果 全部都会在这里面 这提供给你们 就是耳后 你可以复习 好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 在刚刚的下载 我们是不是把这个范例下载下来了 所以快速点两下 20210118 对取预防针注射智慧2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这是新生儿的人数 可是我觉得新生儿的人数 这一张图的绘制 它应该要有一个时间限制 只能画到什么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应该把 例如说今天减去34天之外的资料 我才要算 可是这一季有那个特殊性 所以我建议就是说 最近就是距离今天往前推 最近的63天 我们不去看这些事情 就是那个名册上面 不要出现这63天内 出生的小朋友 这样会比较合适 好 那请问一下 如何把这个资料 这个资料 时间限制 就是说我现在的计算 是从头到尾来做计算 可是我希望把它限制在 就是今天之前的两个月 我要今天之前的两个月 来请点这一张图 这一张图 这个是预防针第一针漏打 漏打 然后我当时用的是预防针第一针漏打 来当作是直 所以预防针第一针漏打 预防针第一 这边你稍微拉宽一点 预防针第一针漏打 这一个你看一下这一张图 他只有用两个栏位 这一个出生日期二 跟什么预防针第一针漏打 好 请问我是不是要锁定我的计算日期 也就是说 假如这个值是今天之前的60天 我完全都把它归类为零 对不起 就是说 这个分类没有问题 可是假如说他今天是 今天往前推的60天 我全部都把它视为是零 对不对 对吧 应该是要这样子 有听懂吗 对因为我的意思就是说 做这件事情 我两个月内 因为护证有这样规定 你就算追踪到了他这个新生儿 你不用去刻意的去管这件事 请问你们 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先把之前 之前的这么多年 这五年的 第一季未打的小朋友的事情 我们先弄懂 对不对 还有你要想到一件事 以后我新资料进来 我只能按这个重新整理 常用底下的重新整理 听得懂吗 你不可以一直在那边换 换这些函数 所以你要想到是今天之前的两个月 因为永远都会有今天 你不可以写使一个指定日期 例如说2021年1月13 不行 这样可了解 好 那怎么做到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现在 我是不是要把这个预防针第一针漏打 这样子的一个计算方式 计算方式 只要是他在 就是今天之前的60天内 全部都视为是零 好 那我们现在要做这件事了 好 所以 我先判断这个日期是不是今天之前 我觉得因为我有一个简报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 先画出一条线 然后 假设 假设 这个是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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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之前的两个月 这边 好 这个是今天 就是 因为我要先把那个逻辑先讲给你们听 等一下我们就打那个函事 今天 好 假设今天是哪一天呢 那我就写 2021年 2021年的 1月 今天 19 2个月 2个月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这个是2个月前 2个月 好 所以这个应该就是 2020年的11月20 2020年的11月20 对吧 那我当然我都是用一个逸辅来判断 就是说 假如 那个 RHEPB-1 如果它是没有日期 我就是给它1 对不对 那是本来的判断 就是这边 记得吗 我这边我就写一个 这个if 就是那个 RHEPB-1 是空白 是空白就是 is blank 刮斧 那我就给它1 不然就是 0 这个是之前 这我想应该都没有问题 好 请问 这是上次我们教的内容 对不对 可是我们现在要考量到 这一天之后不算 所以 请问一下 这一天之后不予计算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 我觉得比较简单的一个做法 就是 你把今天前的2个月的日期算出来 算出来 这个日期会一直变 假设 今天已经变成2月20 2月11号 那这边就会变成2020年的12月的12号 对吧 有听懂的意思 这个日期会一直变 你下个月 下个月你未进去的新资料 到时候你记得 这边也要跟着直接变 所以我是拿今天减60天就对了 好 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做法 就是 这一天之后不计算 这一天之后不计算 这一天 最简单的做法是这样子 但是它没有弹性 游标落在这个地方 游标落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不可以把 因为我们用的是这个RHEPB-E 所以请把这一个拉到筛选里面 现在你们要跟着做 拉到此视觉效果上的筛选 这一个视觉效果上的筛选 然后我做一件事情 就是进阶 进阶筛选 然后告诉他我要之前 我要之前 可以吗 这个在其值如下时显示项目 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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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一天之前 20 因为今天这个资料是 2020年的 11月14号吧 然后套用筛选 对 就是 我刚跟你们分享的这个概念 假设 假设今天 因为是1月19号 那我就往前推两个月 那就变成 2020年的 11月20号